哈喽大家好,我是呱呱 在评论中看到很多粉丝都在教我们刷铁机怎么做 呱呱在此感谢大家了 那么赶紧动手改造刷铁机吧 呱呱,你去地狱挖一些饮食吧 家里的灯不够了 好嘞,马上就去 我搬转回来了 你扔在哪儿啊 我在刷铁机里,你进来吧 现在我要干啥 呃,你去刷铁机上面 都放上灯,防止刷怪 好 差不多了 现在帮我一起改造吧 把外面的门扣下来放到里面 好的,波罗老师 门没以前多了感觉 够他们繁殖吗 三十多扇能应该够了 那我先出去了啊 给村民种点小麦 做点面包什么的 那我去改下刷怪塔 苦力怕总是摔不死 唉,你看咱们也是 这里修修,那里哺哺 好像都没有一次性 做成功过一件大物品 唉,别说了 不过这样也好 多动手几次 就知道正确的做法 现在刷怪塔 你不是就会了吗 知道我也是 哇哦,看看这苦力怕 这个刷柴塔改造迫在眉间 突然掉落物都被炸没了 对了,乖乖 我想弄一个牧场 等有了生猪肉 和村民换一换东西 看看能不能让村民生宝宝 没问题 交给我 为了让村民生宝宝 我都遇中海了 他还不烦这的话 真的对不起我那些死去的头发 嘿嘿,你又开始皮了 现在给村民送点面包 你倒是捡起来呀 我的妈根本没反应 他们根本不用要面包 丢点胡萝卜试试 急死个人了 不了,怎么办 要不等会儿再过来看看吧 着急也没用 行吧 我干点别的 等会儿再来 哪泥 这两个村民怕都是男的 他们不会生孩子 面包和胡萝卜都不要 咱们怕是做了一个假的刷铁机啊 这容我想想办法 我不管了 我要去干点别的大事 啥大事呀 我要修一个大型养殖场 现在要种点树 收集点木头 这里需要修整一下 到时候牧场就建在这上头 喔 咱们早安 怎么刷了个怪呀 瓜瓜你用的是半砖吗 是啊 上半砖还是下半砖呀 下半砖不刷怪 我这就是下半砖 回车上半砖慢点 不然哪来的怪呀 我 那就等会改一下就好了 反正咱们擅长干这个 服了你了 我的妈呀 将士又拍拍战了 我服了 拆了楼梯 你有本事跳起来打我呀 调皮 行了 咱们这期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下期村民可以胜宝宝 当然吧 看房间的点赞评论转发 不然我就哭给你看 哼